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這個距離看不看得到呢? 應該都瞞不到大家的了 就是它了 前日燒東西吃的紀念品 現在我盡力去遮蓋 但是它很立體 所以這段影片還要跟它共存 希望給它一點時間下星期會消失 大家不要介意 今天這段影片就是超級無敵久違的Homping機 原本3月想拍的 但是拖著拖著 到現在6月真的超過半年了 所以數量是非常之驚人 有手頭上這一大相已經滿了 然後放不完 所以再拿了一個環保袋 都是差不多滿了 再不拍的話 真的要做個連續劇 所以今天就真的要和大家分享了 廢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光是ColorCon已經塞滿了一個包包了 最喜歡的OLANDS VIVIRIN家族 是有6盒的 3盒帶3盒小 想找一個有少少放大效果的日常自然款 它是不易之選 無論穿什麼衣服 化什麼妝 就算素顏都可以用到 除了Beige這個顏色 它是比較淺色的 在我身上有點明顯 所以我要化妝才用 其他的顏色全部閉上眼 任選都可以 它是我的最愛 然後想要多一點放大效果的話 就可以選擇這一款 Spanish Circle 所以除了灰色之外 我還有啡色 接著就到French Gold系列 它的顏色很漂亮 很有層次 不過圈有少少細 所以會出街用多個用來拍片 因為有距離的時候 它看上去沒有那麼精神 但它的顏色真的漂亮 Cherry Moon我也蠻喜歡的 它是月牙痱 看上去眼睛比較精靈 然後新系列Glowy 和Honey Shine 我也喜歡的 Glowy是雙色痱 Honey Shine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些花紋 所以帶出來的效果很漂亮 完了Olan 就有幾盒的Rich Anne 這個我覺得沒有Olan 可以戴得那麼久 大約6至8個小時 我就覺得有點乾了 它們的顏色比較誇張 比較明顯 然後我也有用台灣牌子精石 這個也蠻舒服的 除了剛才那一盒精石 我還有這一盒 最後還有日本抗 Rivia的抗是非常自然的 如果你是上學 不想很明顯被人知道 你戴Color抗的話 可以試試它 然後Candy Magic這個 它是自然的顏色 不過有大眼仔的效果 所以你的眼睛很多 戴很多屁股都覺得很小 都可以試試這個 還有這三款 我覺得沒什麼特別 所以不多說了 然後就是一些化妝棉 去角質化妝水的最佳拍檔 怎樣都會有 然後其他化妝水 我就轉了用Cosme Store的 青蛙化妝棉 這個我覺得性價比很高 也蠻好用的 收敷 我很喜歡無印這一款 然後想找些替代品 大家有沒有提議 然後我也有買Albion很出名的化妝棉 包裝這個是40元 我是一般的 因為我覺得它很容易脫一些棉水出來 然後我會喜歡合妝這個有機化妝棉 但它也貴一點的 要70元 如果讓我選擇 我會選Cosme Store就可以了 再來就有四包的洗臉筋 無論是早上洗臉 用完泥膜、膠膜 我都會用到它 非常之方便 然後很衛生 沒有那麼容易滋身細菌 所以用量也有少少大 卸妝產品我用完這四支 全部都是很好用的 卸妝快、靚、正、又便宜 可以選Soft毛這一款 不過它是有少少乾 然後Bobbi Brown的卸妝油 是我最喜歡的 因為它是很清爽 然後不會很油膩 卸得很快 卸完之後不會乾 不過它就有少少貴 有時候不想用卸妝油 我就會用紋森先生 它是一個卸妝 卸完後也是臉不會乾 但如果卸眼妝 卸妝油 卸到 不過要少少的時間 所以很多時候 我都會配搭眼唇卸妝液 這個都差不多用完 順便說 這個Canable 我是非常之喜歡 它是不會油膩 然後卸得快 卸得乾淨 然後洗臉產品 都有六個 Haba這個 我是一般的 因為洗完之後 我就覺得比較乾 然後Lush這個 我也是一般般 因為它有少少厚 比較難洗 但它是滋潤的 然後這款是香港製造的牌子 叫做BBJ Beauty 洗臉的時候很溫和 然後洗完臉都不會乾 不過我覺得它的清潔度不算很高 很多時候我都是掃眼的日子才會用它 又或者如果你有早早洗臉的習慣 都可以試一下 然後有BGlan的這款Clay Wash 剛剛出完影片都有說過 夏天用非常正的一個洗臉 乾淨 不會慢慢緊 就算你是偏乾皮膚或者偏油皮膚 我都覺得你會喜歡用它 而冬天我就喜歡用後的這一款 撕出來的結度有少少像蜜糖 然後一推開 是很絲滑的奶臟 洗臉的過程很舒服 然後之後完全不會乾 而且它是很耐用 我11月用到4月 那麼久才用得完 所以這個我自己都很喜歡 然後最近也用完Eve Hoche的這一款 它是透明挺身的啫喱 洗的時候很清爽 洗完也不會很乾 很適合春夏天的時候用 然後它就說可以下妝 但我覺得下防曬、淡妝、Tinta Moisturizer 那類OK的 如果是全妝有防水的眼線睫毛膏 它就不夠力了 然後有3支保濕噴霧 Caudalie的黃喉水我喜歡放在室內用 因為它上面有一層油 所以噴出來的時候有少少滋潤度 它的噴頭很細很毛 然後味道是超級醒神 所以很多時候做事做到累 我都會噴兩下令自己醒醒 而且它都可以做到定妝噴霧的效果 然後來到Canvas這一款 我通常帶它去遠山用 這個就會偏向唇保濕 在外面很熱很焗的時候 你噴一噴 整個人靜下來 然後降溫 我手頭上也有它們的熱情果 可以噴給大家看一下 一樣都是很細很毛 不會很大力 很多水珠那些 然後化妝水的胸瓶 我是有11支 去角質化妝水就不多說了 舊包裝的存貨終於用完 然後就是2支Keylos的金棧花Toner 這個是做到不錯的水有平衡 然後幫助到水有平衡 還有加丹尼爾的這款金棧花水 它是比較溫和一點的 沒有Keylos的那麼乾爽 所以我通常都是用它來濕敷 然後Keylos還有這款的玫瑰Toner 它的玫瑰味是蠻香的 而且它會比起剛才的金棧花Toner 會再多一點的保濕 然後有一個韓國牌子叫做ELMT 這款我曾經試過敏感的時候濕敷它 幫我舒緩到的 但是平時用我又覺得沒有太大感受 然後有兩款台灣牌子 分別是綠藤生肌和Irrita 它們正常都會有保濕的 但是又未去到好經驗 然後就是Serenia的Be Good to Skin 粉紅生肌水 我有支開了用 它是一個粉紅色的奶臟 無論是三文字面膜法 或者是敷其他比較貴的面膜之前 我都會用它來打底做一個基底液 因為用完之後皮膚會很柔軟的 我會覺得那些面膜的精華和營養 好好傳送入裡面 最後比較保濕的化妝水 有這兩支 Be Glam的這一款是高度保濕的 去到冬天或者開冷氣會脫皮的話 你可以濕敷這個 很快就已經解決到 然後Tatcha的The Essence 我就會冬天的時候用 我覺得它不只是保濕化妝水那麼簡單 可以說是精華水 因為用完之後皮膚會穩定 然後看下去通透了 我還找到一個Fresh的玫瑰Toner 其實Toner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瓶子 你明知道這麼多花瓣這麼碎 瓶口就要做大一點 現在就是這樣 去到剩下這麼多 我都是倒不倒出來 所以我是極度不喜歡它的瓶 但是Toner真的沒有問題的 保濕度是不錯的 我也是分開上一集 決定拍這十幾支的精華 讓自己休息一休息一休息一休息 因為還有很多很多 保濕類的精華有五支 夏天大家真的要試這個Caudalie的葡萄籽精華 它是很難得兼具清爽和保濕的 我已經有開了一支新的來用 然後有兩個BYOB的四號精華 它的包裝很翠子很可愛 不過去到最後有一點點攔截出來 然後效果方面它的保濕算是比較基礎 以我乾肌來說冬天用就不太夠了 來到DOTAWU的玻尿酸保濕精華 它是好用的 上次夏天精華篇我忘記了它 因為它的胸瓶霜有點忽略了 它是一年四季都用到的 乾肌無論是開冷氣或是冬天的時候 它的保濕度也是夠的 不會黏粒粒不會厚重 很延展性很好吸收 然後還有FATIVE的保濕精華 這個我就沒那麼喜歡 因為覺得它有一點點黏 情況其實不算很嚴重 不過手上有更多更好用的精華 有對比有傷害之下我就真的沒那麼喜歡它 美白精華我應該還有一支Kiehl's 但不知道放在哪裏 那個我用來是最明顯的白得 之後有一個是加拿大牌子 如果沒有記錯 叫做Bio Laboratory 這個其實都白得到的 但你真的要一支一個月用完 有一點點壓力 因為它裡面的維他命C 如果你不用完它就會變色 然後Caudalie的這一支 它是比較溫和的 敏感肌做完一些高能量Facial都可以用到 但它就不是板板腥變白那種 而是慢慢皮膚會變得更加通透型 接著就是小星塵Soul Skin的月光精華 這一款的美白效果我覺得不太明顯 但用完它之後是強烈感受到皮膚變得更細緻 所以我也回購了它 針對苦紋的問題 我又用完了一支If Poche的花水鋼細胞全後精華 每隔一段時間我覺得這裡更明顯 就會連續用它兩三個星期 用完這一支我就馬上開了一支新放在櫃裡 然後就到空瓶技的上客 The Ordinary的這個眼 gel 資深的觀眾一定認識它 又便宜 然後焦了用來去眼中是一流的 所以都是無限回購系列 後的被貼又是生命推介 如果你是鋼機輕熟機 想找一個滋潤的全後一支酒天蘭的精華 你可以考慮它 除了有一點貴 我就覺得它沒有什麼缺點了 它的修復力非常之好 皮膚有狀況的時候 你用它 只塗它 你都會看到有明顯的改善 所以 不是只用完一支小的 我是用完一支大的 是不是很誇張 但是真的很好用 但是如果你想要全後 不過是清爽的精華 就可以試試小星層的N8 關於它的用後感 大家可以看看Breadfocus的影片 今天就不多說了 最後還有這個雪花瘦的人參安瓶 我是很努力很努力去用完它的 用完之後沒有太大感受 可能因為期望太大了 所以它也算是今年比較失望的一個產品 好了拍了這麼久之後 我的箱還是滿的 讓大家看看 它是原風不動的 我還有面膜、面霜、頭髮用品、身體用品、化妝品和雜汗尾 和大家分享的 所以下集都會很精彩的 數量有沒有很驚人 大家有沒有很驚訝 其實不只是我一個用的 媽媽都有幫忙的 我們兩個的東西是加換用 和一支兩粉的 所以很難分開哪一支是她 哪一支是我這個胸瓶的 不只是我的媽媽都有份的 大家不用太害怕 如果喜歡這類型 覺得有參考價值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分享兩支新影片 逢色綠眼霜 逢色日的就12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 我又SENSA啦 我和你的支持 約了這個 我們下支影片 rickv琳 我們下次再熱情